他离开了 走了也好 免得徒生麻烦 莫非 里面有妖兽 看来他也是很在意自己的伤痕 是谁 抱歉 我刚以为你离开了 在听到这里有声音后 一时好奇就走了过来 冒犯了 该死 我的神谷之力反噬了 果真不能强行服用田园丹 我对神谷力量的掌控还是不够 我来碰 文蛋 你别碰我 要不是你 我怎会再次追踪这神谷之力 冷头冷脑的家伙 说不服就不服了 姑娘这是哭了 不说 不 为什么没办法压制那些神谷之力 这是一个愣小子 神魂恢复了不少 他好像 有不少恢复神魂的药剂 想他讨两瓶吗 不行 绝不可能 不过 看这小子愣头愣老的 也许 装装柔弱 昨日 与那青天神棚决斗 我现在 神损魂烧 若是有 有 你要吗 算了 但我没问过 没想到 你还有这样的一面啊 废话 有件给我一些 算是你借我的 我刚才在做什么呀 接着 这 这人是傻子吗 生的药材 如何下咽 请吧 谢谢 好苦啊 你个臭小子 我好了 一定杀了你 这是你昨日恩将仇报的小惩罚 食诸鱼无毒利器 只是为苦 含来这块遗糖便好受了 不用谢我 我们还有七年之约呢 你现在 不许死 那不会 疼痛减轻了不少 那是自然 可惜 疼痛虽减少 修为 却没恢复一分 毕竟我的境界过高 你这些普通的凝气散和药材 对于我来说 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 什么 我练练这么久的药全都给你了 你竟还这么说 要不是你害得我仓促之下 动用了神谷之力遮体 又怎会发生这样的事 苏乃无心之事 若你一直介怀 我也没办法 再者 也不是第一次看了 难不成 看了你的身子 就要做你的夫君部长 你 我不与你这丝 长口舌之力 毕竟他这次因我而犯事 若是能找到一种珍惜的药草 毕竟 多次受他帮助 这小子也不是个坏人 你还有那些生剂的药材吧 我身上的剑伤 够你用了 配合这些 可保证不留疤痕 倒也算是失去 罢了 喂 你还在吗 我不叫胃 何事 林峰 你能来帮我上药吗 我 够不着 我后背的伤痕 你帮我敷下吧 后背 你 你那个 疼还有吗 我嘴里还有些苦 哦 给 这本事留给我妹妹的 你还有个妹妹啊 是的 话说 什么 看过你身子的人 除了死 还会怎么样啊 哦 哦 哦 还是会死 那我不涂了 这 这死不算 你专心涂药 嘿 遵命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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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